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船要开多久才能到我们去的阿尔帕玛岛 很近 十分钟 十分钟 好 多少钱 15分钟 15分钟 十五分钟 好 行吗 行 15分钟 15分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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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樊虎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种小岛 四个岛 四个岛 樊虎是一个三角形状的 南部水域中有四座小岛 其中阿卡达玛岛是颇受旅游者欢迎的小岛 因为岛上至今仍遗存有一座建于十世纪的圣诗字教堂 还有三个岛比它小了 没有那么有名的 好多人去阿卡达玛岛 因为它里面的亚马尼亚教堂 基督教堂 很刺别 很壮观 非常重要的 好多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古诗都在里面 眼前的这座教堂 就是当年亚美尼亚人的遗存 它建于公元十世纪 被人们称为圣识字教堂 被人们称为圣诞歌 好多基督教堂 多基督教堂 对方说 阿克达玛岛是当地人喜欢聚餐的地方 在圣十字教堂旁边有一间小小的茶馆 几张普通的乡村桌椅 点缀在山坡杏林树间 很是诗意 茶馆的老板是一位热情的当地人 国家市场 国家市场 他这个小店的名字不是我的人们的 我们真的很幸运 我们是第一批到这个茶园来到访的中国的游客 非常的幸运 你叫什么名字 记住他的名字 下次再到这个凡城来做客的话 可以直接到这个凡城的茶园来品一杯 非常纯正的这个土耳其红茶 非常非常好喝 凡湖是东安纳托利亚的美景之一 凡湖的碧篮被四周群山温柔地拥在碗中 而阿克达玛岛无疑是凡湖最美丽的景观 这里还是凡湖最早赶至春天绿色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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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